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 说不停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怎么样把你家的路由器设置成为这个全天后的24小时的都是信号非常强的 让你的手机或者电脑他的网速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快的一个状态 OK很多小伙伴都有共同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白天跟晚上很多时候的话 感觉到自家的网速好像不太一样 白天比较快晚上比较慢一点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种 其中一个就是这样一个你的网速 也就是说你从电讯部门 不管是移动联通还是还是这个电信都好 你拉的这个宽带 它的速度快慢 这是第一个影响因素 那么第二个影响因素来讲的话 可能啊就是你的路由器的设置 你的路由器的信道 打比方在晚上的时候 你感觉你的这个信号不是那么强 WiFi信号不是那么强啊 速度很慢 那有可能就是你的路由器的所处的信道 跟你邻居家里路由器所处的信道是处在同一个信道 那么他们都有可能造成一个拥堵造成一个塞尺 最直观的表现的就是你的WiFi信号不是那么好 速度网速感觉很慢 OK 大家都知道每个家庭的话呢 最少有一台路由器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啊 你的上下左右前后的邻居 那最少有六个邻居的话 有六台路由器对不对 那就有可能给你的信道造成重复 OK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来到手机端啊 打开一个路由器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智慧生活APP OK 我的一个路由器是华为路由器啊 是千兆的ws5200的一个路由器 展开给大家看一下 那适合版的一个 OK 那它的下载速度是184上传是144啊 这个都是每秒的 刚才这是理论的一个理论词啊 OK 大家看到以连接这个什么网络环境凉啊 凉就是不是很好的意思啊 不是优良 优良是最好的 对不对 我们点这个地方查看更多 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优化信道这一边 我们点开看一下 OK 当前的话呢 那这边的信道 2.47的啊 啊 我当前是处于一个11信道 当前处于一个11信道 那么11信道它的信号不是太好的原因呢 那 大家看到 目前的话 我的6信道 它的信号是最强的 对不对 信号是最强的 OK 那我们点一下这个地方优化干扰 我们点一下 确定 OK 它正在优化 大家看到优化完毕以后呢 它就到了06信道啊 06信道就是信号最强的这个信道 OK 我们再反过来看一看啊 我们再反过来看一看 OK 这个地方的话呢 网络环境就变成优了啊 变成蓝色的优了啊 那目前的下载速度是360每秒 OK 我们测一下这个网络速度 OK 稍等片刻的话呢 已经测出来了啊 您的网速相当于758兆 其实我是一圈兆的这个宽带啊 一级的宽带 OK 通过这样一个办法的话呢 啊 我们就是优化了信道啊 目前我们是选择第六信道 对不对 选择第六信道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可能我的邻居他的路由器也刚好处于第六信道 那么都有可能造成一个拥堵 对不对 那最近快过年了 很多这个小伙伴自己开车的回家 司机必做的一个功课就是要先绕开拥堵 对不对 选择一个不塞车的高速去走 速度会更快啊 那这样一个办法来讲 只是在这个APP里面设置一个信道 改一下信道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邻居 他们的六台路由器的所处的信道 是什么信道 是不是也有有几个信道也是这个第六信道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借助一个软件啊 借助一个软件 OK 我们打开路由器来到这样一个官网啊 这样一个官网 那么这样一个 借助这样一个工具呢 他可以很清晰的告诉我们 那其他路由器的话 人家的路由器他所所选择的信道是多少 OK 我们到对下面这个地方呢 download 我们点一下给他下载下来 OK 开始下载 OK下载完成 我们打开文件夹 好吧 把浏览器把浏览器关掉 OK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我们点击安装一下 这里选择我接受 下一步 OK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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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 OK 安装很快啊 马上就安装成功了 OK 我们打开 我们打开看一下 OK 这是一个英文界面的一个软件啊 那他是给的我们30天的一个免费的试用期 那购买会员的话需要人民币啊 那我们30天足够了 我们只是来测一下其他我们邻居的他的浏览器的信道而已 对不对 可能用个几次就完了 所以说我们就这个 不用来购买这个东西啊 不用购买这个东西 OK 我们打开以后的话 大家看到 现在是我们所处的一个就是我家啊 目前来讲 所处的一个网络环境啊 网络环境 那其中安底是我的浏览器啊 这个安底 包括这个安底5G都是我的一个浏览器 OK 那其他的呢就是我附近邻居的他们的一些浏览器 OK 那大家看到我这个安底就这个信道6这个地方啊 大家看到这一这一排就是信道的一个 呃 显示 那目前是我是处在第6信道 第6信道 OK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附近的浏览器有几个第6信道的 那这里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对不对 我附近的浏览器有6个都属于第6信道 那表示说呢 这个第6信道到晚上一定会拥堵的了 肯定会拥堵的对不对 OK 再看一下我的5G的这样一个平淡 OK 目前我所处的是149 我的我的信道是149 OK 149目前来讲的话呢 很好啊 就只有我一个 那其他的这个有有5G的话呢 它是157的啊 157的 跟我不处于同一个信道的 所以说我这个选择是非常幸运的啊 非常幸运的 那么这个第6信道我们就必须要去更改一下了啊 我们必须要更改一下了 OK 我们打开浏览器 我们输入我们这个路由器的一个地址啊 进入我们的路由器 OK 我这个ws52004核板也是一个圈兆的路由器啊 我的光线也是圈兆的 OK 这个地方我们登陆一下我的路由器 好的 登陆进来以后啊 我们选这个更多功能这个地方 更多功能呢 我们选这个WiFi设置 OK 这边是WiFi高级设置 啊 我的WiFi有2.4G的一个频率 有5G的一个频率 那大家都知道 2.4G的频率的话呢 他穿墙能力比较强啊 还幸好 颜色能力比较强 那所以说这个 这个离你路由器比较远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都选2.4G的连接 那5G的他频率比较高 频率越高 大家知道他的传播这个速度损耗越大 他的传播距离损耗越大 所以说 跟你的路由器比较远的地方呢 那5G的信号就非常弱了 对不对 大家看到这样一个2.4G Wi-Fi信道 这个是选的6啊 刚刚我们就是手机上操作的 他选择的是6 对不对 选择6的话呢 那刚刚有很多的一个重复 是不是 刚刚有有4台路由器 这个地方有4个6 对不对 我刚刚数了一下4个6 那我们看看其他的 那这个是1 那1也有好几个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多少11啊 有一个 那 OK 那我们选一个11看看啊 我们 我们在这边选一下 我们就选11 OK 选11 因为我们相信啊 呃 其他这个邻居的路由器的 他们的信道应该不是天天换的 所以说我们没必要这个每天来测试 然后每天的更换信道 OK 我们目前选一个11信道 啊 那这个5G的话呢 这个自适应149这个就不用换了啊 因为我们在这边查看呢 149就只有我一个在用啊 所以说就不用再换的了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点保存 OK 保存完了以后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功能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啊 点我的wifi这个地方 当然每个路由器它的界面不一样啊 但是它的内容是大同小异的 你们找到相同的这个功能去调整就可以了 那点我的wifi这个地方呢 它同样显示这个2.4G 然后5G 那然后最上面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呢 5G优选 5G优选什么意思 这边有说明 2.4G和5G信号合并显示 同等信号强度下 优选更快的5G 关闭此开关呢 即可单独设置 OK 目前这个开关是关闭的 那假设我们把这个开关打开的话 把这个开关打开的话 OK 那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它路由器会自动根据你的这个手机 离它的距离远近 自动匹配给你是用2.4G的 还是用5G的这个这个信号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自动的啊 那大家小伙伴有需要就可以把它打开设置一下 OK那经过这样的一个设置以后啊 经过这样的一个设置以后呢 那大家以后的这个 路由器跟别人发生冲突的几率就非常非常的少了啊 就非常非常的少了 那大家看到我设成11以后 现在我是11啊 这个安底是我的 那用11的呢 那这里有一个啊 这边有一个 OK那我们至少比刚才那个有6有四五个6的那个要好多了 对不对 OK 那这样设置的话呢 以后大家这个在家用的话 体验就比以前要好很多了 至少拥堵的机会变少了 你的网络更畅通了 OK 今天的视频呢 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